第二题如右图将一根磁棒静置于甲乙丙三位置15秒后 比较三处的感应电流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要产生感应电流必须磁场有变化 如果是磁棒提供我们磁场有变化的方法 最主要就是他有所谓的相对运动 彼此靠近或彼此远离 那么这一题题目说是静置在甲乙丙三个位置15秒 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相对运动 所以磁棒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 也就是他的磁棒所提供的磁场没有变化 磁场没有变化就没有感应电流 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在三个位置都没有感应电流